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曹又宁主演的OTT娱乐新戏人际关系事务所,在王柏杰与马志祥的鼓励下,正式挂牌成立人际关系事务所,第一个案件就遇上服务业最怕的奥克和职场霸凌的问题,剧中瑶瑶郭书瑶和子子杨靖不约儿童遇上恶劣奥克,戏外两人在出道前也都有服务业打工经验, 但都是奥克绝缘体,郭书瑶表示,因为当时年纪小,客人都不会刁难他,但若遇上不可理喻的奥克,两人都会选择先放软身段,耐心沟通,理性的面对难题 另外,戏里租书店中的动漫宅欧阳伦,则因被恐将担任主管而遭同事排挤霸凌,他在戏外也感痛身受,认为生活中最难处理的就是职场的人际关系,因所有互动都不免牵涉到彼此的利益, 在拿捏争取工作成绩的同时,又要同时兼顾他人感受是最难的,因此欧阳伦也表示,希望阿远这角色,能让有同样问题的观众获得勇气,哪怕只是多一些动力去寻找帮助,都是比逃避更有效的 曹佑宁面对霸凌则是佛系开导,虽然不善言语,但曾经在别人遇到霸凌时挺身而出,主动举和霸凌者沟通,要他们将心比心,换位思考,戏里戏外都用自己的方式在默默帮助他人 人际关系事务所每周三四晚间10点15分在爱奇艺及台式播出,每周六晚间8点在东三综合台联播2小时 郭书瑶饰演防务员,在汽车旅馆遇上恶劣奥克 OTT娱乐提供,杨静,又,遇奥克心情低落,招马志祥诉苦 OTT娱乐提供,曹佑宁,又,乔庄实习生帮助欧阳伦,中,解决困难 OTT娱乐提供